音乐制作人陈国华与妻子Ivy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Ivy也经常在社群平台分享一家人的生活日常 近日她发文透露自己与家人去某郊区的景点时 将车子停在便利商店前的停车场 并在车内等待家人买食物 后来有个大妈开着小货车停在她旁边 没想到对方没算好角度 货车左后方的尖锐直角直接插到她的车里 她下车查看情况后还被对方嫌罚制人 大骂她的车停在旁边挡道 更表示自己有叫Ivy离开 但Ivy没理她 Ivy对此感到十分无语 因为停车场明明就很大 空位也很多 根本是对方技术不好还要停在她旁边 她不想跟无理的人吵架 于是没有要对方赔偿 自己花了上万块维修车 但认为这样的态度真的很不对 引来不少网友为她抱不平 直呼这种人就应该录影 然后叫给警察处理才对啊